欧拉好猫 比亚迪海图都是自主品牌里的第一梯队网红车 而且都是以独特的命名方式深入人心的 那么在我们的驾客舱中有很多的经典车型 比如说像大众的T1 PT曼步者 奔驰280 SE 6470 Fiat 500等等 那今天来的这位新朋友出现在其中也丝毫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就是这样 欧拉好猫 复古未来主义的设计圆润的线条莫兰迪的车身颜色 我感觉这些车好像都是只有动画片或者是老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 就看看这个造型 哪个小姑娘看来不迷糊 你看我这个海豚多好 来自比亚迪海洋网的设计线条丰富 既有那种现代工业的设计感 而且还保留了一个中网进气口的设计 线条看上去更有力量 更干净利落 少啰嗦 我们摄影竞赛一下 到时候路人投票 输得有惩罚哟 比就比 谁怕谁啊 哈喽 小妹妹 采访你们一下 你们觉得这两个车哪个好看 为什么要问我呢 你觉得哪个可爱一点 比较适合你来看 这个 你喜欢好吗 好 谢谢 欧拉吧 我觉得比亚迪好看 你觉得比亚迪好看 对对对 好 谢谢 这个可爱一点 右边这个可爱 对 右边这个吧 右边这个 好 谢谢 这个 右边这个 对 好 谢谢 右边的吧 你们两个都喜欢右边的 欧拉好看 我觉得欧拉好看 欧拉好看 我觉得比亚迪好看 他喜欢小钢炮 对 这个吧 海豚 谢谢 这种 你觉得右边的好看 那妹妹你觉得哪个好看 这个 比亚迪 这个 你喜欢好猫啊 就这个 嗯 还看好海脸 欧拉 你喜欢欧拉 我都不喜欢 你投票比赛输了 你得帮我办东西 走吧 走吧 那女孩子呢 平时出门购物游玩 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那下去 我们就从购物体验来看看 两款车到底谁更好 你一上车就可以看到 好猫的八台式的 复仪表台 可以放放杂物 挺实用的 而且它还是一个50W的手机快充 而且还带有一望提醒功能 再也不用担心手机 忘在车上人就跑路的情况了 接着你看A柱这里有个摄像头 对吧 它是用来人脸识别的 那么你一上车之后呢 它就会识别登录你的账户 自动的把座椅调到之前预设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呢 好猫的方向盘是带有四项调节的 方向盘调节还是比较细心的 可以满足各种不同身材的人 都可以获得一个最佳的驾驶姿势 另外你可以看到新款的好猫 它用上了淮挡的设计 也就是开车的时候 手不用离开 方向盘就可以轻松的换挡 这样也更方便更安心 别整这些有的没的 你看我这个海豚也不错 旋转式纵控屏 搭配上三幅方向盘 而且还是平底的 你说这酷不酷炫 这边还有一排人机工程学 设计的按键和旋钮 流畅便捷 主打的就是四个字 简单直接 你看看你的车的座椅 再看看我那个车的座椅 设计质感我就不说了 而且通风按摩 你有吗 你没有 而且我怎么觉得 你这个车空调开了半天 还是这么热呢 质量效果有点慢呀 你就热着吧 我回去了 拜拜 坐 别的不说 就是接近价位的好猫 相比海豚呢 就是可以买到更多的驾驶护驱功能 自信巡航就是我觉得所有功能里面最实在的一个 比如说你在长途行驶 或者是跟车的时候呢 直接可以在方向盘上面按键设置跟车距离 设置车速 然后不用踩踏板就可以自动巡航了 长途行驶的时候 确实可以大大的减少疲劳 而且现在在我们上海外环路段的附近呢 真的有很多的大车 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 还是会有点紧张的 但是好猫呢 就给你配备了智慧闪躲的功能 它可以自动的控制车辆向远离大型车辆的方向闪躲 保持安全距离 好猫还可以自动的识别道路上的一些交通标识 和限速信息显示在仪表上来提醒你 极大的保障了安全和便利性 其实这样的功能可以帮你减少违章次数的 还是挺实用的 现在来试试看它的这个驳车功能 按一下 向前行驶搜索车位 找到车位 请踩刹车 这里有很多车位 我要选个高难度的 点一键驳入 请松开刹车 自动驳车中 请注意周边环境 随时准备制动 整个路径还是很顺利很丝滑的 摩车完成请接管车辆 我觉得停车肯定是很多女性用户的一大难题 不过我觉得好猫和海豚两款车 它们尺寸都不大 停起来的难度还好 而且它们都有360度的全景影像 好猫是在全系标配360影像的基础之上 还可以在花钱选装540度的一个全景影像 也就是连底盘下面的情况也可以看得清楚 比如说下面藏了什么小猫小动物之类的 也都可以了如智掌了 好猫配备电动后尾门脚踢感应开启 但海豚就没有这样的配置了 小欧小欧 打开书想模式 好猫有一件书想模式和健康座舱 比如说玩了一天或者工作一天很累了 打开书想模式 系统就会自动的关窗上锁开空调 调整座椅 而且好猫还配备有座舱智能清洁系统 只需要40秒就可以完成一次整车换气 让车内空气更清新 驾驶更惬意 好猫还被中国汽车健康指数评选为五星健康车 就说咱这安全是有保障的 但是海豚这样的直男设计就没有这些功能了 那经过今天一系列的体验 我总结一下 我觉得好猫呢 它针对女性用户考虑的更加缜密 配置更周到 比如说座椅呢 加热按摩通风 都可以买到车机的自带 卡佩 还有电动感应的尾门 还可以选装540度的透明底盘 包括呢 你可以以更低的价位 买到更丰富的驾驶辅助功能 相比海豚呢 性价比是有优势的 那如果从颜值的层面来看 我觉得海豚也很可爱 但是如果要论上进程度的话 那好猫绝对是可以成为 车流中的焦点的存在的 行吧 那这局算你赢 不过一会儿动态测试 我们走着瞧 好猫现在还有官方2.2万的 限时现金优惠 401公里续航版本顶配12.78万 你还不心动吗